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双方是以快吃快 但是夏天泽的速度更快更站上 另外一个是林丹这段时间尽量把球打到对方的反守位 用头顶杀对角的办法杀到对方反守位 也是压制他的速度 但是夏天泽这个技术确实很全面 林丹是我国的一名羽团的后起之秀了 但是刚才是反派不求这球落在线内 现在夏天泽首先得分 第二局开始夏天泽打了双方的打得比较吃力了 现在都不像第一局赢得那么轻松 最难的一分啊 已经经过了好几个回合的这个发球权的争夺 这有意思是这两次要求换球啊 都是这个林丹提出来 打高球杀球好的 我知道杀球的时候它变化很多 落点的变化 对像说他也是一个比赛比较有经验的一个队员 所以他的点杀跟对角实现结合的比较好 也就是说这个夏天泽啊 很好能够把点杀和重杀结合起来 对 落点的变化和这个力量的变化 是对方回修的时候琢磨不透 好的 这球出界了 刚才是接球以后直接的扑球 这球出界 双方都是往前拖球 结果是一个被动小高球 这时候看往前动的谁细腻 谁往前球处理的好 谁动的细腻 谁就有可能就能主动 刚才由于这个在相持的往前去相持当中啊 有一个这个搓球搓的太高了 只好只好有一个被动的调高球 结果让这个夏天泽撞出机会了 3比0 这个我知道您解释一下 就这段时间为什么啊 呃 这个林丹老是顶不住对方的重伤 就是他一发球有机会就让他找到机会重伤 就林丹怎么样就使夏天泽没有这种重伤的机会 一个林丹首先他的速度要要下坏 第二个叫往前要抢的点要高一点 因为他们他们两个人平时的训练呢 大家的打伐特点都很清楚 所以上次时候呢他属于比较有经验的一个运动员 所以对他的弱点呢他的优点呢抓得很准 不给他的后场的腹肌发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林丹要 要跟上了上去呢 首先呢一个在这速度上要要跟得上 往前要抢的快 各位观众现在您看到这是2001年雅各尔杯 国际羽毛球超级大奖赛 男的单打的四分之一的决赛 这是两名中国选手之间的比赛 是夏宣泽对林丹的比赛 夏宣泽是来自浙江 那么在宁波市可以说是在东道主了 那么他的对手是来自我国八一的运动员 原纪是福建的运动员林丹 他呢反正在往前扑球 这球打得进来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羽毛球 其实他这个战术变化很多 还有这个发球有发高眼球 发新王短球发平球 发平高球这样几种 那么打球的方法很多 一种是打这个是往前的搓球 有杀球有扑球 还有这个勾就点往下球 还有一条高球还有吊球 现在第二季夏宣泽是以6比1领先 现在夏宣泽继续发球 6比1 把新王短球 把球推到底线 反正推到底线 1 6 刚才是推到底线 这球落的线 现在换发球 6比1 林丹发球1比6 林丹挑高球 当着调球 好的 再把球调到底线 这球出界了 5 6 反反推到底线 这球出界 现在比较2比6 我们还是请500强教练 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段时间双方战事上变化的一些情况 夏宣泽 要控制他往前 控制他往前 通过往前 跟推 平推 一个战术 第二个就是 通过往前的强点 限制了他的后场 出界的 林丹 那个 后场的 出界的优点的发挥 发球 这个林丹也是 发一线完胆球 然后对方回球以后 直接扣杀 这类似平方球比赛里面 发球的想功的打法了 用发球来控制弱点 然后对方回球来扣杀 球打中 现在4比6 林丹逐渐把比分缩小了 现在4比6 这跟第一局 是7比0 是形成鲜明的队绕了 可以说这林丹 已经逐渐适应他的这种打法 另外呢 随着这个比赛的推进 下线的可能体力上 可能有些消耗 所以要 要保持这个第一局 旺盛的体力 保持这种速度呢 可能比第一局相比 有一些下降 现在比数还是 5比6 向方球 掉球 球出界了 对方回心 出界 放马球 6比5 这边下线的发球 反正还是吹到 对方底线 然后打往前 小高球 杀球 再挑起来 5 5 6 这林丹要求 把场地上的 这个水啊 擦一下 应对员这个比赛 出了很多汗 这个场地上 就有些水 这比数是6比5 林丹的发球 林丹发行 往短球 山益泽是 打往前 杀球 往前错球 把球搅起来 找高球 再上 反弹回球 再错球 对方把球搅起来 林丹的出局 但是把球推到 地方底线 反弹 如果他往前 拖球 球没有过往 林丹也是很傲丧 在这个结果眼上 没有能够抓住 转折 转机 这个转机 没有抓住 现在换马球 现在6比5 让夏仙泽就比较有力了 这个我知道这段时间 我看那林丹也是用 这个发球以后 上网来调动对方 一个他林丹注意了 对方的调避上 压他对方的后场 有去可以去突击 所以他的分数 赶得上去 因为首先 他的速度 能看得上 必须要注意 对方 下价 对方的下价 能守着足夺球 然后从手中反应 这两队员 其实是速度 比较快的队员 那么在速度上 可能是夏仙泽 更占优势 林丹 也是我们刚才 像是拉掉四方球 突击扣杀那种类型 发球都是采用 一般的进王短球 发光源 就发的比较少 投进杀队 发直线 把球 摘到对方底线 摘往前 这球出界了 现在林丹又一次 失去了一次 转折的机会 现在换发球 6比5 夏仙泽的发球 夏仙泽现在 提出换个球 这次赛城呢 是有的变化 就打七分制 不像男子单 是打15分 那么羽毛球 传统的规则是 打这个男子单挡 男子双挡 男女混合双挡 女子双挡 都是以15分为一局 现在是打七分 散致进行了一些 新的尝试 现在是6比5 夏仙泽的发球 现在把球再挑起来 反正调高球 把平高球到 加比方底线 这球落点非常坚弱 下手很快 这个 我知道您看 像这样的这个 来回的拉锯啊 可能会持续 多长时间 可能天平是 倾向于这个 林丹 还是倾向于 这个夏仙泽 现在有没有 可能有 这个转机的希望 林丹 他向着这个球呢 他压对方的后场 他基本上是 平高比较多 打平高球 推啊平推啊 这个 所以对方了 没有时间给他突击 而且呢 平推的球呢 突击过去的时候 那些不大 让夏仙泽以 去比我上了第二局 这确实在这局比赛里面 我们和夏仙泽把重杀的点杀结合起来 变化多速度坏 对夏仙泽的一个 个点 另外一个往前动作 系列以杀的一个个点 我们趁这个短短的空间 请这个五指导给我 评论一下 这两局 双方的战术的特点 第一局呢 从第一局来看呢 整个常商的速度啊 打发的自己啊 就显得三者占得很大 因为对方林丹在这个地区的情况 从速度 从他自己的特点 没办法打出来 然后在第二局的情况下 在落后林丹在落后的情况下呢 注意了三者的下压 下压技术 来通过压后厂 推压压后厂 来创造自己的 后厂的特质能力 从第二局来看呢 首先就林丹的速度也加快了 但是从能力上 还是跟三者来比 还是有点差 好各位观众 夏宣泽从林丹的第三季的比赛 现在已经开始了 第一局夏宣泽是7比0获胜 第二局夏宣泽7比5获胜 那么这是第三季的比赛 林丹逐渐适应了 夏宣泽的这种打法 夏宣泽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男子单打的选手 把对方底线掉球 再掉一个 反拍打了对方底线 然后再反拍掉高球 打平高球 扎底下 结果林丹在往前扎着对方 回球质量不高 连续两次把这球扑到片内 现在林丹多佛的方 现在比数是0比1 林丹还落后 林丹还是头顶刹直线 林丹是打对方底线的时候 这球出现了 现在一比一平 这个一比一平 在第一第二局比赛里面都不曾出现 对 林丹通过拉开了以后 找机会 不紧 所以拉得比较开 所以三则在球拉得开的情况下 这个球为什么出现 要求过高呢 林丹还是被动调高球 换往前 然后再搓球 调高球这球出现了 现在下宣则夺后发行权 现在比数还是一比一平 好 好 换往前 今天还是利用自己头顶刷球 把球打个垫垫 换马球一比一平 刚刚通时通过平高球压对方底线来创造进攻的机会 请问林丹扣球球出界了 现在下选择又夺活的话 你选择现在比数仍然是一比一平 这个五日老汉这段时间啊 第三局这个林丹应该是一局比一局打得更好 第一局零比七输掉 第二局五比七输掉 第三局一开始双方就陷入了这个胶着状态 一比一平 连回倒了起的发射权仍然是一比一平 他们现在都双方都都采取一种拉开 所以长山的拍数比较多 你看 打多番的 这个林丹的那个比分逐渐的追上来迫使向先德也不得不改变一些战术 向先德主要是速度占上风 但是呢第三局他有的时候也采用一些拉掉四方球在突击的办法 当然主要是通过速度来取胜 另外一个速度还有一个幅度 幅度 就是压述 对方的底线 啊 压对方后场 现在呢 刚才是准备停抽 但这球没有过吧 现在呢是一个技术全面特长突出的运动员 另外一个呢 下先德好像是没有太明显的漏洞 哪一方面特别弱特别弱 让对方一下能抓住弱点的那种 弱点不太明显 不难明显 一般高水平的运动员 弱点都不明显 好的 这上网不容易啊 一定要有这个速度 还有一个力量 力量啊 我们高兴地看到 单元德在技术 他和这个去年奥运会相比啊 他又有了一些进步 他比去年打得更成熟 当时切发球直接敷球把那球打到界内 现在多分环权 现在比数是一比二 林丹寒落后 我们现在介绍这是2001年雅各尔国际羽毛球超级大奖赛 男的单打的四分之一的决赛 现在两队两枚中国选手之间进行 下全责对林丹 现在比数二比二平 林丹派一平高球 下全责发球的下球 平球 林丹扑球 对球没有过 矿马球二比二平 哦 我们还是请这个 那博柏强教练给我们评论一下这段时间双方的记载手的情况 林丹为什么在一开局就大致争夺了很激烈呢 因为林丹他开始采取他 通过他往前快速的推 通过往前快速的推 创造后场的突击 好的 林丹是 这个接班就直接把球扑到界内 看证机会 林丹终于找到妙药了 他一下子把那球打到界内 现在比数是二比二平 这位球门 不紧张 还是年轻的 嗯 这走走发球权又很快的适去发球权 我紧张 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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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对方发球稍高一点 直接扑球把球扑到界内 现在换发球仍然是二比二平 现在还是林丹的发球 现在刚刚都是发挥自己的特点 就是他发扣场的平高球 夏宣德抓了机会直接杀球 那么这个夏宣德两次这个发这个新王转球啊 林丹都是抓了机会扑球 有一次直接得分 叫高球 林丹在发球的变化 林丹三比二领先 这是这场比赛林丹第一次领先 现在还钱二比三 反正不紧张 球球的界队 三比三平 缩球以后林丹 调高球 先往前缩球 把球交起来 我 是 林丹还是判断失误 四比赛 三险则顶天 这次亚克尔国际超级大奖赛 是我国目前举办的最高这个水平 最高水平的这个羽毛球大赛 那么林波的观众也有幸来一睹 这个世界各路精英的这个 精彩的表演 大家可以注意羽毛球队发球的时候啊 都是在腰部以下 就是他要求这个羽毛球发球的时候 球的任何部分不能高于发球队员的腰部 球盘的顶端要向下 整个球盘的快要明显的这一卧盘的整个手部 而发球的时候呢 脚部能够移动和离开地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种运动员的发球 反面发行往短球 反面推到底线 球出界了 这个我知道您看这段时间啊 双方这个比分差距一直成胶着状态 而且交换发球圈以后 比分一直没有拉开 还出现这个林丹啊 在这场比赛里面第一次 先以下选择 所以从因为七分之一 大家都从镜头都看到 七分之一啊 采取今年开始采取七分之一以后呢 对那个发球跟这发球非常重要 所以一般如果现在变成单打的运动员 都发短球为主 原来是双打了 采取这个方法比较多的 所以呢 这个要求很高 注意力非常集中 包括你这发球啊 都很重要 你处理不好 那球的钱 或者不复 不处理啊 所以其实有时候呢 直接得分也有 刚才这个球比较能够显示出 林丹的这个快拉快掉的 这个拉开以后突击的这种技术特点 因为七分之一的 它整个速度啊 跟都要比十五分快 嗯 所以呢 它体力它强度啊 密度比较大 消耗体力也比较大 刚才是夏生德这个反派的平冲 林丹回球球没有过 现在换把球 现在夏生德的发球 现在比较是四比三 夏生德领先 夏生德的反派抽球 这球没有过吧 换完球 羽毛球比赛 只有获得发球权的一番 打好一个球以后才能得分 接发球的胜球啊 胜的球只能得到发球权 插球 对方 往前球 反正多球球没有过吗 看来这个往前动作还是比较粗啊 对 不像夏生德那么细腻 对 三者的往前比较干脆 一个杀球的时候把点杀重杀结合起来 弱点巧妙 而弱点很尖 哎呦 这球就差了一场 这球就差了一场 拖 拖 先锁 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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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球是林丹八球啊 拖 拖 嗯 因为一般呢 拖打的运动人很少 所以拖手呢 就是等于他的几球点球拍啊 就过了 过了晚 啊 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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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林丹的这个快拉快掉使向远泽消化了大量的体力 这个林丹不属于那种力量型的重伤运动员 也不属于那种速度型 它属于那种灵巧型的运动员 类似于当年这个林一雄啊 像杨阳这些大方 所以拉掉四方就为主 先拉开 拉开以后呼机 呼机口上回去 所以今天三折基本上都是往下压了球脱的 后场很少往起高球 所以对方的那个呼机啊 限制了对方的那个后场的呼机 因为林丹呢 它有个特点呢 后场那个突击 特别是手上的散动比较快 也是有很大威胁的 所以它今天的整场球呢 它就没办法发挥出 因为它球 那个上车就一球 包括后场 然后后场啊 前场退后场啊 都是 球很少 现在林丹是6比4领先 又掌握了发挥权 林丹这局很还是很有希望 下车回去就出界 这样林丹扳回一局 这样呢 前三局比赛里面 林丹扳回一局以后 比足比较二比 下车得比的 下车得比的 是7比0 第二局7比5 第三局是4比7输给了对方 我们请还是请这个500强教练 给我们这个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第三局呢 一个 呃 像是说 因为前前两局啊 它 打得比较快 所以体力上也有点 有有点下降 所以 第三局呢 它呢 就整个失误就 比起前两局 就要求高了 第二个就是 那个 第三 在第三局林丹 它的速度 能够加快了 比前两局啊 都 都加快了 加快了以后 另外一个就往前呢 也抢了 比较快了 通过往前呢 抢了快 能创造后场的 估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夏天泽对林丹的第四局的比赛 这局对双方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 林丹要扭转这个 这个局势 第四局对他说是一个转折点 那么夏天泽如果能打下第四局的话 他就取得这场比赛胜利 拿不下第四局 后面第五局 对方的士气上来以后啊 就比较难打了 而林丹是属于那种年轻 呃 年轻的这个 召集蓬勃的应酬员 当然夏天泽也是一个这个年轻应酬员 夏天泽比林丹要大四岁 七八年 是二十二十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岁 大三岁 二十一岁 对 那么夏天泽呢 在这场比赛里边啊 呃 开始就刚才就像那个国家队教练 男单的教练那个五百强 像我们说的介绍的那样就开始啊 开始 打的速度比较快 速度快呢 就是抑制住了这个林丹呢 拉掉四方就结合导致一个突击 就是快拉快拉开以后突击的这种打法 那么从第三局开始林丹逐渐适应的这种打法 另外一个夏天泽体力 呃 体力分配可能第三局不如第一 第二第二不如第一 那么速度可能会有所减缓 减慢的话这样呢 这林丹就比较适应了 现在林丹开始以后一比零领先 所以从第四局开始一开局就 拍速就比前面就多就多了 因为那个林丹呢 他首先呢 要从速度上要跟得上 因为 呃 散热的速度比较快 首先要跟得上 第二个要通过拉开 找机会突击 他想办法突击 这个我知道您看夏天泽在后场跳起的那个重杀啊 往往是对方一锤子定音 呃 他那个除了弹跳力量以外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一个 这个他的动作的意志性比较强 对 对 所以对造成对方不容易判断 嗯 嗯 林丹也是在往前 反弹推对方的底线 他现在回球质量不高 那么林丹的往前直接扑球把这球扑在界内 现在林丹多回环权 现在比较一比二 先是反弹推对方的底线推到底线以后 然后呢往前扑球把这球打了界内 现在的往前球 然后反弹的调高球杀球 杀球球出界这么好的机会啊 急了 太急了这个数 现在换完球 现在比输二比 现在是 上车现在要是通过往前抢 高点抢完 嗯 然后 创造自己的查球 打瓶球 再打瓶光球到底线 反弹的高高球 然后就出去 看 反弹的速度很快 反弹很准 这球一让 出了底线 现在就是最短短的这个回合 已经四比一领先了 大家知道羽毛球球员运动啊 特别是单打这个消耗体力是非常大 对 体力消耗非常大 另外一个呢 这个羽毛球 这个训练也好 比赛也好 他这个训练房他没有空调 所以就有的时候 夏天到训练房 有的时候真是 对运动员真是很严谨的考验 因为 运动员 当然运动员 那个毅力 非常重要 所以 你别看说七分之 实际上他七分之以后 对这个速度的要求更快 体力消耗也大 你看 三者的强 强点 比较积极 上网很积极 上网积极 另外一个的往前动员还是很继续 他体力的搓球质量很高 很少有搓球 搓不过吧 搓了以过程当中 突然又会反派把球推到底线 你看 这几个球都 往前 现在换八球现在比数是一比五 林丹还落后 林丹的八球 这双方的第四局的比赛 前两局 前三局现在是一二比一领先 林丹得了一分二比五 林丹现在还是一二比五落后三分 订阅 林丹是3米5 在羽毛球比赛里面 你失球难免的 但失球的机会 时机不能在对方掌握发球权的时候失球 对 如果发球是 发球是发球是太可思了 太可思了 所以有的同样是一个球 我是自己发球权失球关系不大 如果说对方掌握发球权 你联系失球的话 这比分一下子就是冰败如山岛 对特别是7分 他很快就完了 刚才是林丹发球 发一个短球 这个短球 在羽毛球比赛里面 行话叫短球 也就是没有发到时间 发球去 发长球就是发球 发到那个出界了 现在比数是 3米5 现在林丹发球3米5 打高球 再打往前 缩球 刚才林丹抓着这个机会 抓得很好 林丹丹是抢错 这个球比较成功 抢得快 林丹丹得的那几分 都是在自己 掌握发球权的时候得分 这时机就很好 这一下子追到了4米5了 所以现在7分之对那个 发球的变化 发短球的变化非常重要 要求比较高 现在是换发球 现在下圈得的发球5米4 这场比赛里面 双方很少发那高远球 发这个机枉短球 发的比较多 对了 都要通通过往前 发短球 抓住对方的路 球路 这有点像那个双挡 倒不是特别像单挡 对 这高远球也有 在高远球发的很少 跳起来 脱球 点上 哎呀 这球 真是很有意思 本来是 这个 夏宣泽是准备有点上的办法 来这个 获得主动 没想到 反而被对方抓住机会以后呢 陷于被动 所以他这几分开始 这几分 林淡也要通过往前 创造 下压 搓球 再调高球 掉球 反面调 调高球 再调球 双方都是用 拉开 拉开的答案 所以林淡他拉开也是对的 不要太急 有机会才突击 在这局比赛里面 一个呢 林淡呢 逐渐发挥了自己 这个拉开以后 突击的这个特长 那么在拉散过程当中呢 调动对方 那么从对方来讲呢 可能体力确实有一些消耗了 那么体力消耗以后呢 速度显然力量 扣球力量和速度显然 不像第一和第二局那么快 那么重 这个比数是五比五平 这是林淡在发球 我按照 现在夏学生要夺回来 全线比数是五里五平 夏学生现在发光眼球了 插手 外面凸球 再调高球 再打往前 打平高球 打高球 人家回球球出界了 三成现在天然得了一分 这个球呢 三成说通过压他两个底线 注意他下压 所以比较成功 现在六比五 现在夏学生掌握了宝贵的发球权 被动了调高球了 下手 把球接起来以后 再打平高球到底线 好的 人家是抓了机会 往前大力复权最大众 放大球现在六比五 林丹还落后一分 这双方的第四季度比赛 前两局下线的是以二比一领先 这个球呢 林丹加强了他的后船 下压跟进攻 所以 因为派数比较多 双方的体力都有效果 好 看这些发球在沙城 挪回来 6比5 现在还是发高远球 现在好像单单比赛发高远球啊 一发就是让对方招的机会重上了 啊对 所以好像这个高远球一发的越来越少 而发这个进王板就发的越来越多 所以这两个球啊 都是一发高远球对方就下压就进攻 想往 想往以后对方小高球了 打平高球 打平球 因为现在分数都比较接近 比较关键 所以大家都想通过往前来创造机会进攻 或者下压 所以都很紧 现在下选择 又一次夺货的话 现在比数6比5 看这次发新华党就还是发那个平高球 还是发那个高远球 平光球到底下 反面哭球 跳球 这球出界了 三千泽 三千泽 以7比5 胜了第四局 结果三千泽是以三比 常态了林丹 那么获得了这场四分之一决战权的胜利 三千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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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千泽